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旦河东是摩西人生的最后一战 他的努力回应上帝的呼召 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除了埃及不是漫无目标 虽然经过挫折 经过调整 在旷野流浪 但是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 要过约旦河 进到应许之地 但是神并没有这样的安排 是要他停在约旦河边 也就是约旦河东 我们会看到摩西的时代就结束在约旦河东 新的时代开始了 约书亚的时代 接着带领以色列人过河 尽应许之地 愿主开启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见证时刻 今天我们可以学习什么 在生命纪31章的1到8节 上帝怎么引导以色列人过去 很清楚 是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 就是上帝继续带领你们的方式 在迦南地有很多身高力壮 很可怕的当地的民族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他们 这是安慰鼓励以色列的百姓 因为你所做的就是 神要引导以色列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具体落实 我们大概会有留下这样的印象 觉得很为摩西惋惜 就是一生中一个重大的瑕疵 在寻的旷野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耶和华为圣 得罪了耶和华上帝 导致他人生仿佛有一战没有完成 他只能停在越旦河东 我们大概也只能想象摩西的见证就是在于 他谦卑地接受神给他的限制 如果我们的了解只有到这里也是正确的 但是可能少了一个面向 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探讨 民宿记有一个类似的记载 我们对照起来就更加完整 27章的12到20节 看了以后 你也必归到你的列祖那里 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那个理由原因是同一件事情 得罪了神 违背了耶和华上帝的命令 他并没有说 耶和华上帝求你缩回你的手 不要这样子审判 让以色列人有个领袖带他们进迦南 显然 不要带百姓出埃及 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我们也有一些 因着我们是有限的人 无法跨越的限制 我们真的要学习接受我们的限制 因为我们就是有限的 我们不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要完成 可能主给我们量的 应该走到底的那个使命 限制跟使命可以说是一体之两面 是我们的极限 也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我们至少要走到那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了解 摩西有另外一个见证是隐藏在这个惩罚里面 他知道神不准他进入迦南地 这个是在相对的比较早期 换句话说他还有很长的时间加起来 40年要带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 而后要带到约旦河边 如果按我们人 我们的脾气 我们的血气 明明知道老板已经决定了 我进不了这个领域 但是我还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陪着以色列人 带到约旦河边 交给下一位领袖 这个不容易 他接受神给他的审判 事实上也同意他要完成他的使命 这一点我觉得好像一般人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 比较没有注意到 当我们回顾约旦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状况 他是一个南北向好像划一条线在正中央的河流 往东就是旷野 往西就是迦南地 我们可以说 他从尊城三段 出生到四十岁 在埃及王宫做埃及王子 学了天下一切的学问 神在预备他要用的工人 四十到八十岁 他在旷野牧养 遭遇很多严酷的考验 要强壮他的心智 建立他的信心 真正使用他是后段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 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 我们一方面当然有时候难免有一点同情心 神既然能够灵敏以色列人那么多次 为什么不能多灵敏摩西一次 但是既然从神来的 我们就要学习接受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摩西的处境有够为难 每次他从耶和华那边领受神的话语 要带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并不一定喜欢听 他两面被夹击 以色列人悖逆神的话 他要转身求耶和华上帝 来原谅以色列人 要我们一般人在这种两面夹击之下 一时失去控制 讲了几句不该讲的话 做了几个不该做的动作 难道不能原谅吗 今天我并不是说我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但是神看摩西为重要的代表 有时候这个惩罚一定要临到是因为摩西被神肯定 他很重要 所以他必须接受公义的审判 接受这个审判的结果 而这里面也暗示着这仍然是他的使命 他必须把以色列人带到 约旦河边 南北向的约旦河风格的东岸的旷野 西岸的迦南地 他不能逾越分寸 摩西的使命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慢慢的带进来 那时摩西已经一百二十岁年日不多了 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应许之地 那一个通道 一上路过河就是了 这是他的使命 他的见证在于 他相信神 不是只有我摩西可以带领你们继续向前走 约估你们的上帝 必引导你们过去 接着说 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 也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 要借着约书亚 来引导以色列百姓 进入迦南地 他仍然继续地做教导传承的工作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已经看到 他对百姓说的是 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 不要畏惧他们 作为一个领袖 你必须是典范 一个领袖如果 失去了刚强壮胆的心 又惧怕又惊慌 可能会全军覆没 我们事实上不很清楚 约书亚什么时候正确的加入 但是在旷野四十年 从头到尾都看到 耶稣亚可以断定最少有四十年 从另外一个角度 摩西准备这个接班者准备了四十年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一个见证不是吗 很多将会说我们找不到接班人 我们的传道人走得不知道去找谁 我们的圣科队队长走得不知道该找谁 我们的私会找不到人才 我请问我们为了接班的同工 我们付出多少代价 有六个月吗 有一年吗 有两年吗 有三年吗 有五年吗 摩西付出四十年的代价 而且我们看到摩西的无师 在生命纪的最后两章达到一个高峰 他不但没有自愿自爱 在生命纪三章里看到的是摩西对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祝福啊 摩西登尼泊山展望应许之地 满心感谢祝福这未来世代之地 他甚至祝福神所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 从摩西到耶稣亚我们看到很美的新火相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稍微想一想 我们把这个画面稍微调整一下 假设摩西不服 他也过了约旦河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形式上已经交班 每次耶稣亚讲话的时候摩西就是站在他旁边 我请问耶稣亚怎么领导啊 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一个一百二十岁的老人 要应付那种残酷硬碰硬的战争 迦南人每一个都是那么强壮 恐怕不是摩西的专长了 恐怕是下一个世代的专长 但是有时候我们上了年龄 原谅我我也算是上了年龄 我已经拿到敬劳卡了 有时候我们这一种拿敬劳卡的 总是对年轻人指指点点 因为我们出嘴是很会的 要我们动手不一定做得到 好像我们点拨他们 他们就应该豁然开朗 再演下去就会变成八点档 感谢主摩西没有过去 他用祝福来取代掌控 他用祝福来替代可能的悲哀 让祝福淹没一切 人性的阴暗面 摩西的使命是带领他们出埃及 到耶旦河东 他栽培耶稣亚 耶稣亚的使命是进迦南 为十二支派分地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使命 恐怕我们也要接受我们的限制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使命当中 尽量去完成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辨识清楚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今日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约旦河东在哪里 而且这里还隐藏着一个附带的使命 未来的同工在哪里 当然摩西也经过祷告寻求 我确定约苏亚就是那一位未来的领袖 但是他预备未来的同工 我相信不只预备一个人 但是约苏亚是特别贴身的 准备四十年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摩西对十二支派的祝福 对迦南地的祝福不是出嘴巴 因为已经准备 未来的同工准备几年 四十年 我们要只出嘴巴祝福人太简单了 用四十年的努力 把下一代的领袖栽培出来 来祝福 既然是一个县制 不能过多 不愉悦分寸 摩西自知自己的县制 长期预备约苏亚 他没有过约旦河 我想起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我们知道犹大国有一个国王西西迦 他的生命中大部分都是好王 没有错 但是他在后来先知告诉他 他的寿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无法接受 他哭着祷告强求 神给他十五年的寿命 有时候经文并不直接的对这件事情表态 但是我们接着看他求了十五年的寿命 接下去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十二岁 这是什么意思 十二岁就是十二年前生的嘛 也就是他多求十五年的 大概第三年他生了谁 马拿西是什么样的王啊 犹大国有史以来最坏的王 而且又活得最久 做王做最久 如果他早知道会生这样一个马拿西 他敢要那十五年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不是逾越了 我想经文用这种方式是比较缓和的 让我们去想该不该求 没有谴责这件事情 因为逾越嘛 带来了一个大灾难 我们说多了十五年 我们说多了十五年 好棒好棒 这十五年如果不是神原先的安排 你非要这十五年 是不是打乱了历史的节奏啊 也不能过少 不能有失所托 摩西未能进入迦南美帝 却仍尽忠地把百姓带到 约旦河东 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先知以利沙 他要以色列国的国王约阿斯 用箭挤打地面 不交代要打几次 看他的用心 没有想到约阿斯潦草地打了三次 他痛心疾首 每打一次代表会 胜过亚兰国一次 结果你只有打三次 如果以色列人能够 因着这个王用心地打 打个五六次 可以把亚兰国灭尽 结果留下一个残局 以色列国后来被亚兰国入侵 是一个悲剧 你不能说 因为那是我的限制 变成你的借口啊 或是说我不干了 你不让我进去 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 你找另外一个人好了 我们要照我们的血气 可能会这样子吧 我不干了 但是神仍然对我们的 有限生命有所交托 我看到教会历史 就是这样的代代相传 就像摩西传给耶稣亚 耶稣亚还要传给未来的人 进入的世世时代 宗教改革者路德 如果我观察他的人生 他在一个重要的时期 被神呼召 改革当时的教会 许多腐败的体制 跟腐败的信仰了解 他一个人对抗教皇 跟牵连的传统 但是如果看他的传记 总是有一种感慨 在前半生非常精彩 他是一个战斗者 后半生他好像那个战斗者的性质 没有完全的转化 他好像一直需要论战论战论战 后半生当宗教改革慢慢的稳定下来 他的箭头指向朋友指向同工 当时宗教改革已经启动了 不再需要那么强悍的战斗者 倒是需要稳健的建造者 神清起第二代的宗教改革者 最有这种特色的就是家文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历史的传承当中 假想的 没有人能够让历史重来 路德能够辨识自己 是开创 是打天下 不是 稳健的治天下 会不会在他后半生稍微 缩手一点点 因为已经不是对敌 是同工 意见不同的同工而已 家文是不是也能够辨识自己 没有马丁路德那样的一种 战斗力 但是 可以发挥他建造教会 更重要的是他研究住宿的专才 结果在 家文的人生有23年 他写了一套书就是基督教要义 整个宗教改革神学 在这一套教义充分的表达 如果他们的人生的接轨能够更好一些 我相信宗教改革整个的节奏会更稳定 因为路德到后来只要跟他意见不一样 像我说的是神学的看法不一样的 他就赐贺责备 他也骂过家文 但家文还好从来没有反嘴过 他说我一直都尊敬路德 但是这个接轨如果接得更好 一个打天下的人 能够在战斗阶段结束就交给至天下的不是很好吗 那个交的时间点不要有摩擦 不要有对抗 像摩西交给耶稣亚 我第一次来到缅甸 我们当中我听说我们教会也是有做海外宣教的工作 我来到旧名叫梅苗 那个时候已经改成丙武轮 那么到丙武轮的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好的气候 是一个避暑的地方 有好几间讲华语的神学院 去那边拜访的一些神学院就知道 这个大部分都跟更北边的那序华人教会有关 那么在打听就了解这个更北边的那序教会 又从更北边的云南传过来的 而当年云南把福音带过来带到那序的 就是那位有名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 边云坡的学生 把这个福音从云南带到那序又带到丙武轮 而当我开始读起这个云南的宣教史的时候 我发现云南的教会跟内地会有密切的关系 不只跟内地会而已 跟许多西方派低流精英来到中国的宣教拆会都有关系 所以也可以说当我们追溯到这个时候 已经发现原来丙武轮能够有这些华人神学院 背后有很多传承可以追溯到外面 还有追溯到国外 追溯到西方宣教师 在丙武轮我也拜访了一个隶数神学院 不是讲华语的 但是可以用英语跟他们交流 才知道他们同一个隶数族分散在不同国家 有一大块是在中国 但整个隶数族 他们的文化跟语言 甚至人跟人之间是有流动的 他们很清楚 信主的缘故跟内地会有密切的关系 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总是有人把福音传给你吧 而那位传福音给你的弟兄或姐妹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更早的前辈把福音传给他 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传承里面不是吗 前面的人祝福我们 而我们祝福怎么样 未来的人吗 我们当中做青少年工作的可能很直接的感受到 因为青少年长得很快 但是还需要更有耐心的就是做主日学的 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但现在一点都不像 可能还经过十几年二十年 慢慢的会有样子出来 我们有那个耐心预备吗 我们的传承是真的接得很紧密 一代一代的 我们都不停手 因为我们一直在预备未来的世代 能够让他们有更好的环境 因为我们曾经承受过去的弟兄姐妹为我们预备的福分 就有向摩西祝福的十二字派 十二字派进入迦南地他们领受这个祝福 这个祝福不只是嘴巴讲的 特别是那一位重要的领袖 耶稣亚 从那续一直到云南的省会昆明 有一条要紧的道路 颠免公路 你看这条路好难走啊 缅甸有台湾的大概22倍23倍大 很大的一块土地 它有海港就出海了 它是一个生命线 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物资上的 但我们今天特别用这个图来想象 它也是属灵的生命线不是吗 结束就是开始 我的老师很喜欢这句话 这事实上是一个英语诗人医疗的艾列特的诗句 很简单 In the end The beginning 我让学生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这句话 一开学学生会感觉很遗憾 假期结束 学期开始了 我就安慰他们学期也将结束 假期又开始了 不是吗 童年结束很惆怅很失落 少年开始了 少年结束青年开始了 青年结束成年开始了 成年结束壮年开始了 壮年结束中年开始了 中年结束老年开始了 整个时代不是一直在往前走吗 摩西的结束就是约书亚的开始 如果我们往前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谁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去 不就是约瑟 约瑟的爸爸是谁 雅各的结束约瑟的开始 约瑟的结束摩西的开始 不就接上来了吗 摩西的结束约书亚的开始 而约瑟的结束就是世世的开始 世世的结束就是什么 亡国的开始 一段一段的这样走下去 你相不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管制下 我们谈到上帝 上帝的主权 奥斯林用上帝之城来代表 那个真正上帝绝对掌权的 那一个概念 用地上的现实 地上之城来代表 很清楚你以上帝为中心 就在上帝的主权下 你以人为中心 就在地上之城里面 你的爱是上帝的爱 是能够付出的 你就在上帝之城 上帝的主权里面 你的爱是爱自己 是人的爱 你就活在地上之城 在代跟代之间有爱 这个信息也很少人讲 我想摩西会愿意 让耶稣亚来接续他 就是因为他对下一个世代有爱 这个不容易 因为下一个世代 我们比较难辨识 离我们太远 有的甚至是还没有出生的世代 不是吗 谁能够做这样的工作 圣灵 圣灵所做的工作 我今天不再去一一的去经文 去截取 你会发现圣灵跟相通 和尔本常常翻译成相交 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希腊文是 如果用英文来表达 是communion 是一种密切的交通 密切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圣灵在圣经里面经常 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圣灵让人 神跟神 神跟人 那个破碎的关系 可以和解 互和和好 而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连结 互和 甚至是相通共融 应用在带跟带之间的时候 你会看到非常美妙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不就是承受过去基督徒 我们的长辈们 上一代他们对我们的爱 不是就活在这些爱里面吗 我们享受的一切属灵的物质 有很多不就是过去的人 对我们的祝福吗 我们打算为未来的世代提供什么 我们将以什么样的行动来祝福他们 四十九年前 有四位妇女在尖石乡 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经历圣灵大大的降临 我有一次跟我的学生 到这个当年圣灵做工的小屋 你会看到右边三个人 那是第一代 他们是亲身经历圣灵造访的一代 我坐在左边 有一个围巾 我的夹克有两个白条 我算是第二代吧 而其他都是我的学生 我们有三代同堂 若不是圣灵 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枯燥 不是只有个体 是群体性的枯燥 第一代扮演的角色 第二代扮演的角色 第三代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就算我们不坐在一起 那个连结还在 就是因为坐在一起 我们看得到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坐在一起 或者没有机会坐在一起了 不是吗 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的关系 就好像种树的关系 有一句话说 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前人种树不是为自己 因为树长大 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通常是有个盼望 希望后人未来的世代 可以在树下乘凉 那么后来 未来的世代 果然在树下乘凉 前人种树 后人乘凉 你觉得种树 辛苦还是乘凉辛苦 大家当然要选乘凉 但是种树有一种喜悦 是乘凉无法理解的 因为种树有一种喜悦 是在盼望中祝福的喜悦 盼望中祝福的喜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许你一下子 还不一定能够转过来 我也是好多年后终于转过来 我因为我的背景 跟神给我的恩赐 我走的路是比较少人在走的 因为我在做神学教育 好几年来我不断的写书 也在写书当中 我开始体会到一种很奇特的喜乐 是我做其他的服事 无法感受到的喜乐 有一天我终于想通了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 师者做好事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不是吗 也就是我们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 连自己的左手都不应该知道 右手是因为我们不要让人知道 不要让人知道 人就不会回报 不要让人知道是谁来回报我们 神啊 是不是 如果有人的回报 会冲淡了我们对神的回报的感受 我写书我真的会越来越觉得 一本书写出来 通常都是石沉大海 没有人会跟你讲说 这本书对他有什么帮助 而且书的寿命有时候比人还长 一本书写出来 很可能他祝福的人 是我现在还不认识的一个小孩子 甚至或许我夸大一点 也许我的书没有那么久 会不会读这本书 会受到帮助的人还没有出生啊 我当然不可能跟他见面啊 所以我写书的时候我只能祝福 我不知道他是谁 而我能够得到的回报就是神给我的回报 我的心里多少会歪掉耶 我觉得那个喜乐混杂的 期待回报 期待掌声 期待被接受 期待被欣赏 那个会被换起来 但是如果你做的服事 是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的 那是很纯净的 只有你跟神的关系 种树应该是种这种树 盖礼拜堂不是为这一代的人 是为下一代的人啊 能不能超前一点 爱那个我们无法跟他们见面的人 如果连接口 你看不到人 不会给你掌声的人 你都愿意爱的时候 神的爱在你身上就越来越彰显 越来越像上帝之城不是吗 如果我们一直想自己 该个礼拜堂抢来抢去 我进了团区要这一块 我护你团区要这一块 我士班要这一块 那我们不是又回到地上之城了吗 在教会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多 我发现有时候好像人喜欢在树下乘梁 不喜欢在外面种树 也许就是享受过去的人所留下的这一切 但是已经没有对未来的世代的祝福 还有对未来的爱 还是我们仍然能够期待在教会里面 有看到继续有流汗在种树的人 他们不成量 因为工作都来不及了 他们的爱是不会有回报到身上 但天父会回报他们 你还看过这种人吗 我就不好意思多讲了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教会里 他不只觉得成良很重要 他甚至觉得希望有更大的好处 把未来世代的资源顺便带走 今次的教会到底是很绿 很兴旺 还是砍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结果 种树的人多 就是绿色的 砍树的人多 那不用说了 成良的人多 那也是不好看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 就是 到我这种年龄 我刚刚已经讲的第一个就是 写书变成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 我能做的不多 我要住未来的世代 我就拼命写书 你们如果知道我写过的书 大概知道这些年来 我特别卖力 因为我也期待在爱未来的世代 这件事情上有份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三年前跟一群同工成立的 基督教研究智库 原因是来自一场梦 我曾经去瑞士的圣加鲁旅游 发现那个地方有 第八世纪就有的 礼拜堂以外有修道院跟图书馆 修道院在那个时代是 学校图书馆 当然代表的是知识 教堂 图书馆 修道院 盖在一起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建筑物的时候 我吓一跳真的是一个信仰跟知识跟思想 三合一的基地 从第八世纪传福音传到那个地方来的人 他们的动作这么大 盖图书馆 盖学校盖礼拜堂 你想他们想在那个地方扎根扎几年 如果盖个铁皮房子大概都知道他要做几年 如果他只盖帐篷那就知道他要做几个月不是吗 如果那个地方不只有礼拜堂还做图书馆 还做学校 我相信他们期待的是几百年 这张图就是圣佳伦的礼拜堂很清楚有两个钟楼 在我们正面对待他 左边那个厢房就是图书馆 他的正向跟偏右一点有一个更大的厢房 那个就是修道院 他是一个图书馆代表的知识 就是教堂所代表的信仰跟修道院所代表的思想 整个结合在一起 也确实在瑞士那一代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 思想中心文化中心 因为有这个力量把信仰灌到那个整个社会的那个价值观的基础 结果那个晚上我梦见佳伦 这个好像好像两个抽不起来 白天我看到那个景象 我觉得心 我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很大的感动 但是那个晚上我梦到的不是圣佳伦是梦到佳伦 佳伦是我读了相当久的一位神学家 我感受到他很多的恩赐是我远远不及 他也祝福了我 借着他的写作 那个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梦中这样 我好像一直想对我说话 我没有一句听得懂 他讲的是话语 我从来没有学过话语 我只知道他讲的整个晚上 因为我快醒来的时候 我好像耳朵还有听到声音 当然只是个梦 这个梦也说不上是异梦 它一定有什么代表性 或者我心中在想什么 或者我有什么想法被提醒 我有点纳闷 我想不出关联 但是后来慢慢的整合起来 因为佳伦他在日内瓦 做宗教改革 他也打造了一个信仰知识思想的三合一中心 只是不用建筑来表达 他不是用建筑来表达 因为在日内瓦 他所打造的就是一颗教会的头脑 那个地方 怎么说呢 当然有教堂有信仰 那个地方有知识有思想 是特别他在去世前五年 盖了一个学校叫日内瓦学院 那就是今天的日内瓦大学的全身 低流的学校 而且他用二十三年留下基督教要义 这一套书 不就是一颗头脑吗 他所打造的基地 日内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城 它人口最多三万人 我知道我在Google能够找到资料去推敲 当时欧洲大概有超过三千万的人口 三万人的小城 竟然把宗教改革推到整个瑞士 法国 德国 荷兰匈牙利到英国 又借着苏格兰宣教师到全世界各地 我们介绍过的马杰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苏格兰人 移民到加拿大 马杰是加拿大人 台湾宣教南部是由英国来的宣教师 但是这些宣教师很多都是苏格兰移民到英格兰那一边的 英格兰宣教师有很多真正出身的背景是苏格兰 苏格兰宣教师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各地 我们又看到的这个代跟代之间的祝福不是吗 一颗头脑 当我们想到基督教在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历史很短但是很重要 警教最早基督教来到中国是635年 到了845年 因为台湾宣灭佛 顺辈把警教也灭掉 因为警教一开始用了不少佛教的术语 总共不过210年 你说不长 你别忘了 马力逊1807年 来法易经也不过214年 而警教今天已经从整个中国大陆的土地上消失 你找不到建筑物了 你能够找到的大概就是一些这些十字架 你再仔细看这些十字架 有的中心竟然是佛教的记号 有没有 也许警教当年的传播有一些瑕疵 或者他借助佛教的传播方式 但无论如何他们也很努力过210年 那个根不够深还是会过去的 今天法人教会表面上很兴旺 我们没有超过214年 你也许会觉得我想多的一个读书的人 通常都会想多一点 我很担心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是没有根 能存留多久 我们一直办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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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在历史上有多少活动 是真正对历史有影响力的 大藏经是佛教的经典总结集 中文的大藏东汉就已经有了 道藏是道教这个重要的经典的结集 是明朝就有了 儒藏大家不知道 中国大陆在2003年启动 预计在2025年完成 儒家的重要经典的结集 但是当年传道中国的景教 所代表的基督宗教 已经近1400年到现在 我们没有历代基督教重要的经典的翻译 没有有零零星星的 但是没有这样整个收集起来的 你可以想像如果我们有整片的 那个重要的基督教的结集的这些经典 在图书馆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有很多硕士论文很多博士论文 会有很多大学的老师跟这些经典有关 当这样的资料借着传播借着研究 进入我们的高等学校 有一天在写教科书的时候 他就发挥力量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要有各式各样的力量 不能只有活动的力量 活动力量当然不可少 我们要有思想的力量 我们要有那个能够生根的 能够承担几十年几百年考验的 是不是我们各种力量都应该要有 但是我看华人教会到现在 还是一面倒的只重视活动 重视建筑物 如果讲到这种文教欢义 或者做基督教的重要著作的收集 或者对基督教思想有更深的开发 我往往看到的都是没有兴趣 我们可以说到了西方旅游 看到很多教堂好像人走了 没有多少信徒 很多华人 教会的信徒看到西方教堂的荒凉 会这么一句话说西方教会有头脑 没有身体 别忘了当我们批评别人的软弱的时候 大概是反映我们自己的缺点 会不会因为我们正是有身体 没有头脑 我们有活动能力 但是我们不大思想 我开始想到如果能够跟一些同工 至少在我有生之年 我说的黄金十年 21世代20年代 今年已经是第二年 明年即将第三年 我只剩下七年 明年就剩下七年了 这七年过去我就是75岁了 大概不会有人说你那么年轻啊 我希望能够开始提醒教会要发挥一些大脑的功能 我绝对不是要扮演大脑 是发挥一点大脑的功能 大脑仅占成人体重的2% 你看他的影响力多大 如果你是50公斤 那就意味着你随便买一把香蕉都比你的大脑还重啊 是不是 一公斤而已嘛 你的头脑就是一公斤而已啊 要有人研究 要有人做教化的意思是 对教会以外 社会对社会宣扬 基督教的价值观不见得是直接传福音 但是要让社会知道基督徒在想什么 我们对人的看法 对家庭的看法 对生命的看法 我们没有这个管道 我们一开什么样的会就是要人家信耶稣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够对社会说话说 我们相信人应该怎么过日子 教化 当然我们要教会之前 我们教会内要有教育 我们要各式各样的连结 让不同的肢体能够连结在一起 其实我后来越来越发现 连结正是我们大脑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我读过医学院读过四年 我后来是神呼召 我就没有把它读完 我都还记得当年所读的 如果我的手去碰到一个东西 神经会传到我的中书 我要做出反应 那都是大脑的事情 在那里他要判断 这事是不是会攻击性的 我是不是要防疫 是不是要逃跑 马上要做出反应 全部都是大脑的连结 然后必须借着各种活动行动 把这些理念表达出来 上帝国的见证 就是需要各种肢体连结起来 我们知道教会 需要有各式各样的恩赐 不同的恩赐 就像肢体全部动起来 这个身体才会完整 但是还有一样 我们也同样重要 这个道理就比较少人去注意 上帝国的见证 需要众教会的连结 因为基督教研究事故 并不是教会 它是做连结的 使徒信经有一个信仰告白 叫做圣徒相通 就是在讲这个 我们在主里面是一题 我非常感谢历代我们的前辈 会有这个元经培灵会 让我一个长老教会神学院的老师 长老教会的牧师 我会站在这里 这里是国语礼拜堂系统 你们竟然会接纳我 我在这里讲话 我觉得像回到家一样 美好的见证不是吗 这个已经不只是单一教会的见证 这是上帝国的见证 我的经历对大家来讲 有那么难理解吗 我不是跟你们一样被圣灵感动 有时候也会流泪不是吗 我不是跟你们一样被基督的爱燃烧的时候 心中也是充满热情 我们的差别有那么大吗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合起来 众教会的连结 我们要克服过度的堂会主义 每一个堂会都很重要 我们要爱自己的教会 但是不要爱到 连别的教会都不知道 很多人在台湾不知道有原住民 不知道原住民教会 不知道原住民教会 竟然在49年前经历了圣灵的造访 他们都有一个目标 希望50周年能够有一个改变 以前没有准备好 这次希望能够准备的更好 但是我看他们的条件再怎么准备好 只靠他们不够会需要众教会来投入 如果有一天圣灵做工 已经不是原住民的事情了 不用说我们没有准备好 因为你的弟兄姐妹在各地都有 不是只有在山上 也不是像有一些可能敢热闹 我们明年会有热闹 我们上去看看 或者带着资源到山上去 我已经暗示说带资源到山上去 有事破坏山上的生态 原谅我这样讲 如果你到山上你不了解历史 你不了解那个祷告的缘由 你不是尊重他们 到山上因为有资源 讲台变成你的 信息变成你的 这会是神所喜悦的吗 原谅我讲这么直白 使徒信心告白 圣徒相通不同恩赐的基督徒 应当互相连结 教会教会也应当互相连结 同心其意做上帝国的见证 非常感谢主每个晚上来这里 我都有回家的感觉 不论我们的年龄是比我更长辈 或者更年轻 我真的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隔阂 以赛亚经历这样的护照 我可以猜拳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在这里 请猜拳我 很简单的回应 我愿意 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要明白上帝的护照 有时候不容易 因为真的听不到 感受不到 不大确定 但是我发现多年来 只要人说出我愿意以后 一定会明白 你说神有没有护照我 我怎么知道 你应该问神吧 但是如果我问你 如果神护照你 你愿意不愿意 这个你不能逃避啊 你愿意不愿意 有些人就不敢问我了 我是神学院老师 老师有青年人来问我 老师我有这个经历 我那个经历 请问神有没有护照我 我总会觉得很遗憾 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护照他 你应该问神吧 但是如果我问他一个问题 你可不可以先回答我 神如果护照你 你愿意不愿意 你现在可以回答 他就跑掉了 少数不跑掉了 他说我愿意 很快就知道 神有没有护照 愿意在先 愿意在先 我们把后续两章讲完 王国的结束 被掳的开始 不是停在那里 旧约即将结束 新约即将开始 先知的时代结束 弥赛亚来临的时代开始 护活圣天的结束 教会时代的开始 接到1872 马街来淡水传播音的结束 2022年 明年台湾教会的开始 总共150多年 1972年圣灵复兴的结束 2022圣灵再度造访的开始 你能够把这些历史一直接到你身上吗 接到我们身上吗 这为什么 这个logo 两个核灾局 就是基督教研究之故 从现在起来 我们已经再推了 我已经介绍过 我们不只写过 新竹跟桃园圣圣灵的工作 我们用两年时间 真的是花很多心血 现在在印刷厂 马上要出来了 跨山面海 凌风吹起 我们期待在明年 有更完备的资料 也希望我们各地的教会 不要误会 参加热闹 不是跟热闹 也不是说要去主导什么 我们是愿意一起来 倾听圣灵的代理 原来我们的人生 都有上帝的心意 我们要去明白 越早发现的 越早起步 上帝造我们 让我们经历重生 是要我们做他喜悦的事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 而我们作为一个教会 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群体 我们也是神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经历了更新 神要我们做他喜悦的事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群体性的意向 回应上帝的呼召 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一个 早在他的命令里 他已经是预备好 等着我们回应 我们一起来等会 我们一起来等会 我们一起来等会